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丽去培训了 我现在急需一杯咖啡 刚才在衣服店里面试了一会儿衣服 超级超级困 然后今天因为24度 所以天气很好 然后也很暖和 所以我准备在街上溜达一下 散散步 然后等阿丽下课 我们就一起吃晚餐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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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走了差不多三公里的路 天都黑了 阿丽已经下课了 我们现在准备一起去吃茶泡饭 OK 然后我走过去还要一公里 这边又不是很好打车 所以我决定不要打车了 我还是走路吧 逛了几家我很喜欢的店 我今天非常的满足 就是有点累 滑虾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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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哩好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 なahh 今天中午准备做一个酸菜牛肉 然后再做一个茄汁大虾 酸菜是我过年的时候 从家里面带回来的一包酸菜 这一包酸菜是我爸帮我用 那个真空包装包装好的 这一种是那种不咸的酸菜 我一会儿要把它处理一下 就是把它炒干水 然后放一点盐 就是做一个类似于预制菜 之后的话就是酸菜炒什么都可以 这是我买的那个黑虎虾 我已经解冻好了 我还买了这个 就是我看有人推荐中凉囤合的番茄酱 说因为这一边的日照会特别的充足 这边的番茄酱就会特别的好吃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添加剂 我先来处理一下彩胶 然后应该差不多每一个放半个就可以了 因为它完全就是为了让菜变得好看一点 然后里面这一些就是很白的东西 可以把它去掉 不光可以好看一点 据说口感也会好一些 剩下的还没有用到的就是可以用它包起来 下一次 这个袋子超级好用 是宜家的保鲜袋 然后就是它的密封性会比较好 就是没有用完的这一些菜啊什么的 就把它放进去 它有两层的那一个密封 放到冰箱里面 就是可能隔一小段时间拿出来 还是比较新鲜的 就是我用完以后 如果它不是很脏的话 把它洗一洗晾晾晾干就又可以继续用了 但是就可以了 切成木机 手伸出这种菜 稍变中了 标签 就像在柳暖当中适合 然后把饼沾 然后煎上横 切成木材 菜筋 现在油 其中一个清了 加入水 楼 烤鱼 中火 随了 香菌 中火 鸭肉 切開 就是把肉在一起 切成小铆子 中entar割到櫃腸 放入小铆子 有很多辣椒 烤肉 冰棒 成熟 沸騰 尖沸騰 用水 洋葱 大砂糖 现在这会儿出来和朋友吃饭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来新天地了 这边还是依然的小资又繁华 我们福建的海鲜粥 广东的粥 有干贝有虾 吃完后立即让你生鲜 月销一万家 这个要那个逼生的那一个 月销的时候 一百万家 我们有朋友从深圳过来玩 然后我们今天来吃家福 有粥它就是带汤和带米的 吃了吃了粥还要吃米饭和糖 猪猪土猪 有蛇土猪 人家最主要的是这家有个鸡公杯 你看到没有 哦 来请大陀同学来介绍一下这道菜吧 我怎么知道这道菜 吃呗 这叫烟花哈 这玩意里煮一煮 烧起来以后滚起来 我们的下午茶时刻 就是单纯的喝茶 没有下午茶 下午茶就是 我们竟然让客人为我们蒸了 一壶茶 三点给了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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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肉桂红茶 肉桂红茶 这是什么肉桂红茶 对 最近收到了一些快递 还有朋友们送的一些礼物 然后我就想着攒着录一起开箱视频 这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然后是有很多很多博主 就是我关注的美食博主 他们做饭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一个盘子 那我先来把它打开 它有很多的颜色 我买了白色 它大概有五六七八种颜色吧 这个怎么开 这样子开 噢 噔噔 这是一个超级的大烤盘 我买的是它的大号 然后它的颜色是那一种就是 视频里面好像看起来会比较白 但是其实它会有一点点 那种泥土灰的感觉 它很有分量 就是重量会很重 能够感觉到是一个质量很不错的一个盘子 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些的纹路啊什么的 就是会比较的耐磨 也不用担心刮花 这个是它的背面 它可以用电磁炉 燃气灶 什么烤箱 洗碗机 反正都是可以的 它是一个蝴蝶结的那个 防烫的那个灰胶一样的东西吧 然后就是可以这样子拿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被烫到 我觉得韩国的牌子是不是都会送一些比较可爱的东西 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小抓甲 就抓食物的 然后分享一个巧克力 非常适合情人节送礼物 这个是我婆婆送给我的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爱心 这个也是婆婆送的 当当 是超级漂亮的一箱酒 然后这里是小王子小公主 然后也是很有那种情人节的感觉 就是那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收到这种特别可爱 然后特别有氛围感的礼物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物盒 然后特别的红 特别的喜庆 也特别的长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把非常非常漂亮的伞 看看这个质感 这真的是一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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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都不能用来形容它 我觉得是一把非常高贵的伞 我们出去玩一会儿 因为明天是元宵节 就是其实在上海很好的看花灯的地方是玉园 但是玉园呢就是人会非常非常的多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还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看看花灯什么的 我就找到了一个就是很小的一个园林 是在上海的士博公园里面有一个叫深园的地方 但因为今天是周六明天才是元宵节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活动 如果没有的话就去园林里面走一走 我们以前住在这附近的时候都没来过 现在住的远了反而过来了 对吧 回个头呢 你是运动健将吗 你是运动健将吗 我们在最后一分钟扫码入园了 现在是四点半 我们准备回去了 我还以为今天可以持续到晚上但是并不行 他的正式的活动还是在明天 明天晚上 所以现在公园里面都在搭布景啊什么的 但是今天人比较少 估计明天人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明天不打算来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 我们出来看到了一个专门狗狗玩乐的场所 叫狗狗乐园 这里好多的狗狗哦 我还记得到那两个小伙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